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是李永德老师 上一回咱们讲了自行车中的物理学之后 很多小朋友给我发来私信 比如有一个小孩就跟我说 他和他的小伙伴做了一个实验 把自行车放在地面上 然后用手按着下方的脚蹬子向后推 结果有的自行车就会顺着力的方向向后运动 但也有的自行车往后推的时候 它反而会向前走 他想问我这个现象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那我们首先来做一个实验 你看现在我这个脚蹬在底下 脚蹬在底下 这个是倒着转 倒着转它可能不走了 那我放底下之后我让它往这推 大家看 它这个它就会倒着走 你看 我这手确实是往后的 但是这个轮子它会倒着走 对吧 那反过来说呢 如果我要是这个轮子在顶上 我往前推的话 它就会正着走 现在看起来好像是这样 你在底下推 底下踩它往后推 你再正着踩它就往前走 对吧 但是大家注意看 如果我把这个轮子放到这右边 右上的这个位置 它是不走的 能看出发吗 你看 它是不走的 它真的是不走的 然后你再稍微靠一点 它就往前走 对吧 然后你要在底下的话 它就往后推 但是确实有那么一个部位 它是不走的 它是不走的 如果要是我在找一个另外的部位 看这个部位 这个部位会走 这个部位会走 这些部位好像都走 好像都走 你看 这样这个 这些部位它都走 就是在这个地方 有一个地方它是不走的 那么大家能不能把这个部位求出来呢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 大家看我这个实验中 我向后推这个脚灯子 自行车是向后运动的 但是这个脚灯子却反着转 所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今天我们就来研究一下这个问题 我们首先还是来画一辆自行车 这有一辆自行车在地面上 这个自行车它有一个后轮 还有一个后轴 有一个中轴 然后还有一个脚灯子 对吧 脚灯子 然后它还有个前轮 但是前轮并不重要 因为前轮是同动轮 自行车主要的这个动力都是来源于后轮的 所以我们其实几乎不需要去管这个前轮 好 这个就是一个自行车了 我现在推着这个脚灯子 我向后我施加一个力的作用 大家要注意 我向后施加一个力 理论上来讲 它这个脚灯子一定是要向后运动的 对不对 然后我就问 整个这个自行车是向哪运动的 就问这么一个问题 首先我们先明确一个概念 如果我们从相对于地面的这个角度来看 我向后对脚灯子施加一个力 这个脚灯子它必须 比如这个点10到VA 这个A点它必须是向左运动的 VA必须是向左的 为什么VA必须得是向左的呢 这是因为我力向左 我只有速度也向左 我才能做正弓 这个正弓就是力再乘以A点的运动距离 我必须得做正弓 我只有人对A点做了正弓了 这个车才会具有动能 它才能动起来 所以不管这个车怎么动 反正这个脚灯子相对于地面 它必须是往左走的 它必须是往左走的 这是前提 如果你不是往左走的话 那这个车根本就动不起来 好吧 但是这个车确实是不一定往哪儿 我们不妨就假设 假设这个车它是往右动的 我们假设这个车是向右动的 我们要设出一些位置数来 设车速V是向右的 对吧 设车速V是向右的 那么在车往右运动的过程之中 其实这两个轴都在旋转 对吧 我们假设中轴的旋转角速度叫ω1 它是顺时针的 后轮的旋转角速度是ω2 它跟后轴也是一样的 对吧 所以有ω1和ω2它是顺时针的 当然这只是射的顺时针 它不一定真的顺时针 还有就是这个半径 这个角蹬子的半径 我们设它为r1 角蹬子的半径就r1 然后这个中轴的半径 我们设它为r2 然后后轴的半径 我们设为r3 后轮的半径 我们设为r4 所以四个半径 r1 r2 r3 r4 我们也都设出来了 好 现在我们就来分析这个物理过程 首先我们先来想 我踩角蹬子之后 角蹬子就转圈 一转圈带动中轴转 中轴带动链条 链条带动后轴 所以说后轴和中轴它们的速度应该是一样的 因此我们从链条上看 就能看出来后轴和中轴速度一样 也就是中轴的速度 我们学过高中都知道 角速度乘以半径就是速度 对吧 中轴的速度是ω1乘以中轴的半径r 它等于后轴的速度是ω2乘以后轴的半径r3 好 这是第一个方程 从链条上看的 然后我们再来看后轮 这个后轮它是接触地面的 对吧 接触地面的时候 后轮首先它随着自行车往前有一个运动速度 这个运动速度是它随着自行车往前走 有个速度v 同时它还往后转 往后转有一个速度叫做ω2r4 对不对 所以自行车贴地面这个点的速度是这两个数做差 但是因为它贴着地面 所以地面没有动 这个点速度是0 这事我们以前讲过 对吧 所以通过后轮的分析我们就知道 接触地面那个点 它的速度减去ωr4 它虽然是一边转一边往前走 但它和速度贴地面那个点 它得是0 这就是第二个方程 对吧 第三个方程就是a点的速度了 我们再来分析这个角灯子 这个踏板 踏板 分析最底下这个踏板 最底下踏板它的速度叫va 这个va也是两个速度的合成 一个是你往后旋转有一个速度 叫ω1再乘以踏板的半径 应该是r1 对吧 然后再减去一个 你向前跟着车一起往前走的速度叫v 好 我们得到了三个方程 那么你通过这三个方程去求解 是吧 你把这个va里面的这个ω1换成ω2 你再把这个ω2换成v 你最后就会得到va的表达式 它是什么呢 它是r2 r4分之r1 r3减去r2 r4 再乘以一个自行车的速度v 那么我们假设的时候 这个va是朝左的 是向后的 是不是 而这个v是向右的 是吧 我们假设va是朝左 我们说va必须得朝左 要不然的话这工就没法做了 而这个v我假设的向右 它就不一定向右 它也可能是向左的 是不是 我们来分析分析 说这个情况怎么进行分析 那我们来看一下 说这里涉及到一些数学的概念 如果这里边这个前面那个系数 它是正的 r1 r3减r2 r4 它是大于0的 大于0的意思就是当va大于0的时候 那么v也大于0 v大于0说明我们假设是正确的 就是这个v它真的是往右的 往右是什么方向 是往前吧 所以这个车就前进 前进的意思就是我们向后推这个脚灯子 推向后的这个底下的脚灯子 结果这个车它就会往前走 是不是 它就会往前走 那么一般什么时候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如果你要求这个数大于0 它就必须得要求一般来讲 是r3比较大 r2比较小 r3比较大就是这个大 对吧 r2比较小是这个小 大家知道吗 如果后轴它的半径大 中轴的半径小的话 它实际上这个自行车是在一个什么挡位 是高速挡位 低速挡位 是低速挡位 是吧 这个r2比较小 r3比较大 是不是 这个时候其实是低速挡 一个自行车如果是变速的 它如果在低速挡的时候 就会出现这种情况 当然另外一种情况 假如说这个r1 r3减 r r4它是小于0的呢 在这个时候你会发现我如果va是正的 它v必须是负的 对不对 v必须是负的 v是负的什么意思 我假设向右 但实际上你不是 你是向左的 向左就是向后 也就是你会后退 这就是我们向后推脚灯子 结果这个车整个后退了 车在后退的过程中 这个脚灯子会倒着转 所以我看起来好像我一推脚灯 脚灯子往前走 但实际上不是 这脚灯子虽然是倒着转 但它相对于地面它还是往左的 你明白这一道理吗 这个向左运动是自行车 它会后退 什么时候出现这种情况 那就是r3比较小 r2比较大的时候 这个时候实际上是在自行车的高速挡位 所以挡位不一样 你就会出现两种不同的结果 是吧 你可以如果你家里有这个变速车的话 你可以试一试把它放地面上 调成不同挡位 然后在底下往后推这个脚灯子 你看看它到底是前进还是后退 是吧 当然还有一种情况 还有一种比较特殊的情况 如果r1r3-rr4正好等于0 这个时候就比较奇葩了 这个时候你无论这个车速是多少 这个va都必然等于0 而va等于0这件事是不合理的 因为va等于0人就不能做工 对不对 人不能做工 这个时候车怎么着 车就不能动 这个时候你会发现你怎么推脚灯子 它动不了 它既不能往前也不能往后 我说那我就使劲推 你要一使劲推 这个地面它就会打滑 它就会打滑 你可以试一试 调到某一个部位的时候 往后推脚灯子 车既不往前走也不往后走 它会打滑 是吧 比如说我那个自行车 它应该是这个高速档位的这个自行车 它满足的是我往后一推 结果它就后退这种情况 对吧 好 那么在高速档位的时候 其实也有一些角度 你推这个脚灯子是动不了的 哪个角度呢 就是你看 假如这是一个中轴 我们把这个脚灯子不是竖着的时候推 而是斜着的时候推 斜着的时候 它跟竖直方向加了一个角度θ 这个时候脚灯子受到一个力的作用 这个力的作用是往跟它垂直的方向的 同时它具有两个速度 一个是跟着自行车一起往前的速度v 还有一个是旋转的速度 叫ω1再乘以r1 对吧 如果这两个速度一合乘 正好是 正好是怎么着 正好是沿着这个脚灯子的方向 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 此时我在左上方施加一个力 结果它的合速度方向是这个方向 它俩互相垂直 就会出现力垂直速度的情况 所以它也动不了 它也动不了 我也做了这个实验 就是当我去这某一个角度去推的时候 这个自行车是动不了的 然后它就打滑 是吧 那具体来讲这个角度怎么算 如果这个角是θ 那么这个角度也是θ 很好算 cosθ其实就等于ω1r1再除以一个速度v 如果我们把速度v换成ωr4 再把ω2和ω1约掉 它最后的结果就是r1r3除以r2r4 是吧 所以总会有那样的一个角度 在这个角度上你推车是推不动的 当然前提是你必须满足这一条 如果你是满足上面这一条的话 它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所以大家看自行车中 其实还是有很多有趣的物理问题的 比如这个问题 大家就可以拿自行车去尝试一下 大家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可以在YouTube帐号李永乐老师订阅我 点击小铃铛 可以第一时间获得更新信息